我們帥氣知名的Youtuber張欣大哥來到我們舞台上 今天那個玉如姐也有來對不對 兩位一起來齁 來跟大家聊一下 來來來來 張欣大哥一定要站C位啊 站中間一點 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們 大家好大家晚安 這是屬於我們眷村廣播的聲音 小弟啊在這邊跟各位眷村的大哥大姐們 祝個晚安大家好 好 台下很多長官 展部先問候 但是我剛剛看到了我讀喬愛幼稚園的時候那位老師 江老師 我喬愛幼稚園幼幼幼班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讀書 可是我讀完幼幼班就離開了 我那個時候就住在金蘭醬油廠的旁邊 我印象很深刻 屬於我僑愛時候的眷村味道 第一個 吃飯的時候都有醬油的味道 老師請坐 第二個 我們家就住在公共廁所的旁邊 所以屬於我幼稚園前段的眷村味道 就是金蘭醬油加上公共廁所 我相信年紀比我大的哥哥姐姐們 大概在眷村裡面還上過公共廁所 但是如果年紀比我小的大概已經沒有看過什麼叫做公共廁所了吧 後來我就搬到了中立 應該算是平鎮區的貿易七村吧 然後在幼稚園裡面認識了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是中正一村 我是貿易七村 我們兩個讀的就是中貞幼稚園 大家給個掌聲好不好 所以我常常跟我周遭的年輕朋友說 不要欺負隔壁的女同學 搞不好她有一天會變成你的老婆 抱怨很快就會來到 現在中貞新村裡面那個抑郁故事館 就是我們兩個讀中貞幼稚園時候的教室 後來中貞國小我們又同班了六年 我一直覺得我們兩個的眷村味道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他是山東人 我是河南人 我們的村子又住在一塊 可是後來結婚之後才發現 哇原來隔這麼近的眷村 也有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 皮蛋豆腐 不知道大家吃皮蛋豆腐的時候 是會捏的爛爛的 還是那個皮蛋要保持完整的 我是保持完整的 我老婆說保持完整的她就不吃 我是看到爛爛的我就吃不下去 你看我們就住得這麼近 可是卻有完全不一樣的眷村味道 從南到北有不一樣的眷村 陸軍有陸軍眷村的味道 空軍眷村有空軍眷村的味道 海軍有屬於海軍的味道 即使是同一個眷村 也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你是河南人 你是山東人 你是廣東人 你是福建人 你是海南島人 甚至我們國小同學裡面 有西康省的西康人 有雲南省的少數民族 還有西藏的好朋友 都有完全不一樣的眷村味道 我昨天晚上就在想 到底什麼叫做眷村菜 它有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有沒有什麼拿幾句話 可以讓我們來形容眷村的味道 可是我想了半天 它就是沒有統一的定義 也沒有固定的菜式 所以有人說 誰的眷村菜不到底 我都覺得那都是亂講的 因為你只要在眷村裡面吃到的菜 通通叫做眷村菜 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在我們周遭看到的眷村菜 大概有幾個出處 第一個 那個時候有一些在大陸實習 原本就做廚師的 或者是有一些大官將軍們 帶著他的家族來到了台灣 可是來到台灣之後 國難當頭啊 養不起這一些廚師了 怎麼辦 只好給他們一點盤產出去 自謀深入 這個時候 這些原本就學有記憶的廚師 就到了各個地方 自己開了館子 或到大餐廳裡面 分門立派去了 這是第一個 做的是道地的 什麼 家鄉菜 第二個 是有一些比較年長的老兵 或者是叔叔 妹妹們 他們已經結了婚才到台灣來的 所以他帶著他老婆來 他老婆在大陸的時候就會做菜了 那個時候把家鄉菜的調理方式帶到了台灣 眷村裡面如果有那麼一兩位 是在大陸就結婚來到台灣的那個媽媽姐姐啊 那個眷村的眷村味道就會偏向他的那邊去 而且都會跟他學習 而第三種是我們最常見到的眷村味 也就是靠著爸爸的回憶 還有媽媽的想像 再加上台灣就定可以取到最便宜的食材 創造出來一道又一道的美食 那個就是我們最常吃到的什麼 眷村菜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我爸爸是流亡學生 他周遭都是青年軍 要不就是打了一輩子的冰油子 要不就是流亡學生來到台灣 誰會做菜啊 沒有人會做菜 後來局勢穩定了 有了眷村 娶了老婆 開始想家了 想媽媽的味道 又不會做怎麼辦 口述啊 用嘴巴講叫旁邊的老婆做啊 所以這個時候 老婆的想像力就很重要了 老公說什麼 他就要變出來 像不像 三分樣 這個時候的眷村菜 就摻雜了台灣閩南媽媽的味道 也有客家媽媽的味道 還有原住民好朋友的味道 所以我吃過很多不一樣的 山東大饅頭 閩南口味的山東大饅頭 客家手法的山東大饅頭 還有原住民部落的山東大饅頭 可是通通叫做什麼 山東大饅頭 所以有沒有什麼道地不道地 沒有 眷村文化 眷村菜 它就是一個族群融合的代表 這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哪一個文化大遷徙 或是歷史上有哪一個時刻 可以把全中國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漢 匡到一個小小的眷村裡面來 俗俗伯伯把他的歷史講一下 就是整部中國的現代史 把他們的省籍拿出來排一下 就是中國大片美好江山 把每一家的菜拿出來吃一下 就是中華美食文化的精髓 這就是我心目當中的眷村菜 可是眷村味道跟眷村菜又不太一樣 什麼叫做眷村味道 眷村味道並不僅僅是眷村菜 它還包含了氛圍 我們小時候吃的眷村菜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大家吃餃子的時候 會不會喝水餃湯 那個叫做圓湯化圓食 是眷村特有的勤勞刻苦的味道 炒完菜之後 要把白飯倒進去拌一拌 這個叫做插鍋飯 因為捨不得把上面最香的 留下來的汁給洗掉啊 這是眷村勤勞刻苦的味道 煮一個白麵條 放到鍋子裡面攪一攪 這叫洗鍋麵 扒兩顆蒜頭配著一吃 這就是眷村勤勞刻苦的味道 我們看到很多老伯伯 就坐在大榮樹下面 開著一瓶米酒或者是高粱酒 搓著兩顆花生米 哼著小吊在那裡吃花生米 他不是什麼美食不是什麼大菜 可是他就是屬於我們小時候 眷村思香的味道 所以啊 我特別感謝這次活動的主辦單位 還有桃園文化局的各級長官 因為他把我們帶回了這一個 眷村獨有的情境 讓我們感受到四海一家 到處都是好兄弟的這種感覺 最後 我知道大家都吃飯 可不可以把雙手借我一下 各位好朋友 來大家把手收借給我們帥氣的張星大哥一下 來我們今天啊希望借著大家的雙手 給我們主辦單位還有文化局的長官 還有我們同桌的好朋友們 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有大家的存在 才有眷村的味道 不然只是一盤又一盤 沒有靈魂的菜肴而已 有了各位好朋友 桌上的菜不管好不好吃 他都帶有眷村的味道 謝謝大家 謝謝張星大哥 簡直是這個 這個單口相聲等級喔 非常厲害 好